高雄领友执照的红姓保姆,今年1月间准备帮七个月大男婴洗澡,他涉嫌抱住男婴走进浴室时不慎被拖鞋棒到,虽不致跌倒,但他又手肘因撞击手麻,是男婴滑落后脑标直接住的,送医抢救四天仍宣告不治。 高雄地检署医业务过失之死罪嫌喜诉红女,但考量他认罪,和解,请求从轻量刑男童的许姓母亲指控,红女是和哥保姆,因为哥哥的两个小孩都给他脱婴三眠,才将儿子给他照顾。 杨姓父亲则说,去年9月1日期委托他照顾约三个月大的儿子,时间为每天早上8点到下午5点。 案发前,儿子生长曲线也都没有异常。 检方调查,红女2006年90有保姆人员技术试证,今年1月25日上午11点半时,红女抱住男婴从客厅走到浴室,不慎遭浴室的室内拖鞋棒到,整个人朝厕所门口前倾,虽没有跌倒,但又手肘撞击厕所门框而抽麻,是男婴从手中滑下。 跌落约94公分高度到浴室瓷砖地面,红女立立即报案将男婴送往小岗医院急救,再转送高雄长庚医院,不过急救至1月29日仍死亡。 检警相验发现,男婴又枕骨骨折,与红女所称后脑标注的情况相符,检方真结认定她设犯业务过失致死罪嫌,考量她没前科,犯后认罪,也与男婴父母达成和解,建请法院从清量刑。 高雄红姓保姆被拖鞋棒到,设让男婴摔得送医不治,高雄地检医业务过失致死罪嫌起诉。 图本报资料照片 分享